哈哈哈哈 这个是贱内 大哥我老爱你老爱你了 哈哈你贱内疯了赶紧点回家就不掉 哈哈哈哈 身高不是一切 我第一个就插你我第一个就插你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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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别罗汉吗 哈哈 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王清 重建于 三岳阳一起康 左地 王乍队 王乍队还剩两名 四个二对俩王 来 来准备继续 了 抽了吗 操完 操完 好 暂停停停停停 他没了啊 没有没有 操完 操完 没有了 左立被淘汰 左立被淘汰了 被干掉了 右侧 右侧 我 美丽的小女孩 郭富城 冯建宇 杨坤 围绕着眼睛 他瞧瞧 偷走我的心 小薇啊 你可知道我多爱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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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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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 飞到天上去 看那星星光飞 摘下一颗 其手送给你 哇 厉害厉害厉害 我感觉这个台变成他们两个的了呢 那王清其实不光个儿高啊 但他还是一个霸道总裁 后面是 所以说我要自己跟自己 要不这样 要不这样 我们台上找一个个人去配合你去做这个动作好吗 对啊 找一个人吧 找谁呢 你们觉得说找谁比较好 找谁 好 三个都必须做 霸道总裁第一招 撩妹挑下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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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第二招 拉妹入怀强暴 哇 哇 哇 风主抱转圈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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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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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羡慕他们吗 咱不羡慕 小白也来一个吧 在即将于本周五早八点上线的最新一期大牌队王牌中嘉宾阵阵容再次升级王青冯建宇白举刚于田左立张阳阳一众红透半边天的年轻偶像组团来袭快男兄弟团再次聚首面对大牌队王牌激烈的游戏设计根本顾不上叙许旧情没有相爱只有相杀就可能就杀熟嘛就因为我们队可能就我一个熟人他们就一起来围攻我对后面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 很喘了然后他就是坐在旁边的时候对因为他当时有两个人压着我嘛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左立和张阳阳一起把我压在地上然后真的奋力反抗然后把张阳踹飞了对 先里后兵向来是大牌队王牌的一贯套路杀熟更是必备技能相比于其他几位永远处于慢半牌状态下的于田毫无悬念成为了大家攻击的目标而实际上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于田永远都是跟不上节奏的那一个 田天又慢了又慢了 我生活中属于总是抢不上拍了对不算慢慢拍就可能跟大家可能很多人一起交流可能就不插话了因为如果没人问我就不插话了因为我我我总觉得一插话就会破坏别人说话的节奏对我们快男的几个小我们非常非常熟了私底下我们都是一起玩就他们在一块我真的插不上话在私底下我也插不上话就是多熟我也插不上 就其实整个就是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可以这么说 快男兄弟团忙着相杀而轻语咖后则是黏在一起全程发淌满场粉红甜到腻 好来第二张拉妹入怀强 强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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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部网剧让王情语冯剑宇人气大增 看着各自的微博从最初的几十条评论到现在的几乎条条境外 再难掩内心的激动之余 他们也不忘感谢粉丝的支持 说实话当时心里觉得 就为了看我们GM挺辛苦的 其实心里也挺挂点他们的 快点回去吧 怎么一直说不上话 说的啥 我们俩心是一样的 我们俩很正常嘛 我们俩就可能 大家都可能互相 你就闭嘴 在迎评之上 他们是关系亲密的男男couple 在迎评之外 他们是相识多年志同道合的兄弟 但不管是哪一种关系 只要有他们俩在的地方 囚在一起的呼声都未曾有过停歇 长这么大吧 然后以后还有很多路要走 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就是也不容易 对 而且我们已经认识 有好多年了 对 而且这么多年关系 你不觉得问这个问题很尴尬吗 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在一起 我们俩总在一起 对啊 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干嘛 对啊 现在就在一起 喝酒这种都是我来 喝酒一般都他来 你负责什么冒美如画 他负责赚钱 他负责脸红 其实当然我负责吃啊 对 喝酒是他负责的 做饭呀 什么都是他 然后我就享受喝酒就好了 我全能 对 戏内的感情能否延续到戏外 这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要想在接下来 继续看他们在银屏之上秀恩爱 这恐怕就难了 我就是不愿意 对 我觉得 一种关系或者说 我所诠释的一个角色也好 还是说我们就是怎么样的关系啊 因为我就是那种 我想做就做 我不想做就不做 只要在大环境里 我我有自己的原则 有什么的 我坚持过一次了 可能这个感觉 如果第二次 比如说还是 就算还是大宇 我们还是我们两个演 演个电影和电视剧 可能可最初的还是不一样了 对 我挺坚持这个的 因为有这个情怀吧 对 心在这 对我来讲的话也一样 但是我要说一点 如果演的话 我肯定只跟他演 但如果就是 再让我演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初心 跟现在是 初心是没变过的 但是心态是不一样 初心是没变 对 就心态是不一样的 就我觉得现在演的话 所以说这个柜门是 直接已经 我灌回了